也沒有第三者看到嘛 那不是這樣 你如果有人看到是不是也當舉罰 所以我們要拜託一下新商費 這兩者是不是有人要把它蓋掉 是要把它收掉 因為事實當然總是要有一些正面的形象 你這變國際事件了 這變國際事件 因為我們說一下 他還強逼他要加入他的臉書 很奇怪 我自己不是不知道 要跟你強制加臉書 怎麼可以這樣解 對不對 然後又有一個雄暴之行為 這說起來就是構成這種性騷 那不是這樣 所以說這一定 當然是性騷擾 這就是 性騷擾分析怎麼可以 這要還我們 我們美麗的志工的一個公道 也把這個事件揪出來 如果真的是哪個國家 你不要當成是醜聞 其實這也是一個 俄後辦國際賽事件的經驗嘛 那像這個狀況 我就在考慮一下講說 台灣都很漂亮嘛 前幾天不是有一個德國的小鮮肉 被我們台灣的熟女去處理去 頂禮拜嘛 然後這個我們考慮一下 吃幼稀的骨髮酒嘛 吃醋的骨筋骨嘛 吃中國的氣氧減減 我們台灣 你看那個什麼荷蘭的水球 那個什麼英國水球 那個橡皮出來 裡面這些女孩子 口水流到 流到滿地 我們台灣人應該是靠季氣好不好 台灣的男人說什麼 說怎麼衰這樣 像這個事情我覺得 有一個類似的案件可以來做對比 幾年前我們東信聯盟的時候 有Dominica 有歐洲代表隊來台灣打 就住在我們台中 Dominica隊 Dominica 大概第二個禮拜第三個禮拜 有追星組嘛 那你那也是球星啊 結果就發生了 有兩三位球員 對倒某一位女球迷 施了魔掌 聽說還有多批啦 那這時候就立案要處理了 大家就覺得說 你女球員怎麼半夜 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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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的時間 走去飯店的房間 你如果女球員 走去飯店的房間 那她是去追星嗎 你聽說現在林口選手村 已經變成是一個追星村了 你追星村一堆 我覺得也合理啦 其實這種感覺是 但是我問一下 你耳鼻咬人的環境裡面 這個就有灰色地帶 所以就羅生門嘛 就是說 可能已經超越追星的尺度了 他也是跟我們說 他告他性侵嘛 Dominica說沒有啊 就是他來跟他救的啊 球迷告他性侵 球迷告他性侵 球迷告性侵啊 這個案子變羅生門 各說各話 你Dominica如果留在台灣 也很麻煩 因為這個大家解釋就是 就是你自己 你情投 情投意合嘛 你和我願來 你自己來接我 不是我幫你救的嘛 所以這個事件 就忽然間就 忽然間就 也是羅生門 羅生門後來就不了了之啊 隨著新聞的熱度就跪了 你知道為什麼這幾年 我們的國外選手來台灣 不敢打籃球棒球 包括世代人這麼多 很多對台灣的美食文化 什麼都很有趣對不對 更有趣的是我們接待過 2000世界盃 那個世界盃棒球賽的時候 我們在分成北部天舞新莊 南部是在嘉義跟島這個高雄 你知道嗎 然後他們下了那個嘉義的北港的 北港路交流道 嘉義市交流道 北港路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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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嘉義市立棒球場 兩旁都是在賣什麼 檳榔嘛 而且每個檳榔都一趴一趴 都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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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辣 檳榔西施啦 對 檳榔西施嘛 結果就問了我們的翻例說 那個檳榔西施還有很多球員都問說 這個 這個是在賣什麼東西 我們翻例說 檳榔怎麼翻啊 那兩位也不能講椰子 台灣水果 賣台灣水果啦 為什麼台灣水果 台灣水果要穿這樣呢 因為感覺上很像歐洲紅燈區嘛 台灣水果很辣啊 對不對 所以引起那些 那些球員想說遐想 直接問我們翻例說 待會兒跟你們中華隊比賽完畢 有沒有 有沒有其他的地方 有沒有水果可以吃 有沒有其他女孩子 可不可以認識啦 就是說我們 現在目前台灣的很多女性球迷 她當然熱情 她當然會追星 這個尺度 包括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紅線 你要抓到 像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建立新莊分局 你如果沒有懲案 沒有報案 你要拿來說給大家清楚 沒有 現在四個媒體說的 主委會說有啊 你說沒有 這個事情我覺得 不要當... 是不是有人要暗截 我有可能啦 但是我覺得不要把它當成醜聞 當成一件個案 處理掉之後 變成一個什麼Case Study 因為醫藥 也可以做一個防範的措施 你怎麼可能 我說這種事情我認為 不是在我們國家 其他國家發生過 所以我們 我真的真的發聲 拜託我們的新莊分局 你直接說 給大家了解 你越... 越蓋... 越蓋米張 越說越灰啦 為什麼被稱為選手村 被稱為一個 性愛選手村 起來有之 一方面是巴西人的文化 二方面是... 所以巴西人很熱情 對 非常熱情 而且他們的民風也比較開放 另外對於一些色情的行業 在巴西其實它是被允許的 那當然 全世界大型的運動會 不管是亞奧運 還是世界杯的足球賽 性愛這方面是一個滿大的問題 除了選手村之外 當然選手在球場之外 他的生活 然後他比賽結束之後 可能去的地方 另外更重要就是 色情營業場所 他會推出什麼促銷的手段 促銷 促銷 像以李約來講 他當然有十分鐘快速性愛 十分鐘 當然 他訴求就是 他為什麼用十分鐘 因為他讓這些選手 第一個他吸引你注意 他比較好宣傳 另外可能 如果你是選手的話 還可以打折 你是觀光客 可能就不打折 觀光客就是來花錢的 那選手有可能 大部分都在25歲以下 所以其實 在大型的運動會也好 你來自一百多個國家 將近一萬名運動選手 那當然 生理上的需求也好 或者是當地的觀光事業 尤其是色情觀光事業 當然這方面 都要賺一些錢 所以李約那一次呢 觀光保險套發了45萬個 那個數字很驚人 比2012年的人多奧運多了三倍 所以李約奧運是45萬 而且45萬個是官方統計的 同歸道 民間提供的跟色情行業提供 應該還不止這個數 那我舉個比較有趣的例子 就是去年李約奧運 發生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 巴西的一名跳水選手 那他的同寢室 是他十公尺跳台的夥伴 那當然在比賽的前一天晚上 他帶著一名男友 想要回到選手村 做一些比較親密的行為 那他當然希望 他的室友可以給他一個方便 好 這是現衛跳水選手 非常漂亮 我們放到畫面給觀眾朋友看 美女啊 好辣 而且他是巴西級的 所以我們看到當然 他希望他的室友 可以稍微讓開一下 讓他的夥伴 可以做一些比較親密的行為 可是他夥伴一定是男的啊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有分男女 沒有有男女 但是他的夥伴是女生 同一個寢室兩個女生 兩個女生 他把他的男伴帶回來的 所以他叫他的寢室 必須離開一陣子 對 他的男伴 應該要講 他的男伴怎麼能夠寄女生的 所以我跟你講 選手村宿舍 都有辦法 真的就是有辦法 管制 管制 除了外面的一般民眾 或粉絲進不去之外 你只要有PASS 可以進去 所以這名男的是誰 也是巴西的獨木舟的選手 所以基本上他也是有選手 所以選手村裡面 他是可以進進出出的 所以當時這個新聞鬧得飛飛揚 就是因為這個女跳水選手 他真的就像一個型男一樣 他帶他的男伴到選手村裡頭 甚至於還要求他的同宿舍 同寢室的女性夥伴 他的隊友 要離開他的這個宿舍 把床讓出來就對了 沒有錯 麻煩就是他們隔天 要參加十公尺跳台的比賽 所以他這個隊友非常的不開心 一撞告到巴西他的代表團區 事情才會鬧開了 所以事情才會爆發出來 妙的就是隔天當然 他們只跳出第八名 沒睡好 但是他的設備 那個群總數很家徒四壁 就很陽春的裝潢 就是讓你住而已 而且這個網友很沒意思 你住了就嘴巴擦乾淨 還炫耀潑上去 他說我做阿嬤的時候 還炫耀我跟孫子講 我幾十年前跟法國的 西洋界 藍眼睛 白皮膚 M開頭的法國學生 都知道是誰了 這很好找 我家裡都還講到說 他有一天做阿嬤 他還要跟孫子炫耀 炫耀一下 而且這個 有一句話說 我有兩支槍 白天打共匪 晚上打姑娘 有一個順口溜 這個西洋界一樣 白天吃敵人 晚上吃姑娘 不好吧 節省 而且聽到那個晚上還兩次 算有節制 是我們台灣女孩子 連這麼細的細節都寫出來 連那個就做愛的細節 做幾次 然後都還好沒講性特徵 只講了眼睛特徵 藍眼睛還是少嘛 老外嘛 老外黑眼睛還是多 所以這個人 大家只要法國 對西洋界出場 白白的帥哥 藍眼睛 就被抓出來了 不是害死人家 那被抓出來之後 他們會被處分 因為據說他們約會的時間 是他不能夠 離開選手村的時間 是是是有規定很嚴 這些選手是不能夠 黑白趴趴走的 就是大家沒有抓到就算了 到夜店抓到的話 或是被人家這個PTT想出來 那當然會處分 處分是 不是取消這個 而是他會被國家停權 代表法國那搞不好 他會開一個評議委員會 我們選手如果亂喝酒 被交流都叫主分 現在被人家說出來 很有可能會被停權 對 被停賽 會停賽 而且我覺得女生 不要同懷送報了 國局是有一個 已經不在線上的主播了 然後陳信安是一個 非常規矩的人 陳信安 就是一個籃球國手 就是台灣廢人 很多人愛慕他 我記得有一場 李醫生應該也清楚 有一場運輪隊的比賽 因為前面球員有人跌倒 地上是不是有汗 很滑 他切路上來就滑倒 韌帶就拉傷 撕裂傷 很痛 然後有一個 已經不在檯面上的主播 然後也去 也到那個休息室想探望他 當然沒見到面 陳信安也不知道這個事 結果陳信安的好形象 英俊 連主播都喜歡他 那外國更誇張 你們聽過叫巴克里吧 俄漢 巴克里 巴克里很愛喝酒 他力量很大 然後他到跟人家爭鋒吃醋到酒吧 然後把那個人 為了一個漂亮的女生 他就把那個人抓起來很壯 198公分 113公斤 壯不壯 壯 全身肌肉 叫惡汗 就把人家這樣 把人跟籃球一樣丟出去 窗戶 直接窗戶就摔到那個戶外 然後人家告他 然後 就是很多人 像魔術搶身 那個 那個啦啦隊那邊跳舞嘛 胡人隊 跟選妃一樣 帶誰就帶走耶 那他在參加歐普拉的那個專訪 脫口秀 你就問他 你為什麼得艾滋病 他說我就每天就做愛啊 而且我從來不戴保險套啊 而且球迷自動投愛送爆 那我也 我也就 也屈救 所以就得 得了艾滋病 然後張柏仁 你知道很厲害吧 身高71寸 然後呢 他去打籃球 我認為他比喬丹還厲害的籃球選手 人類有史以來最厲害的 他叫張柏仁啦 主宰性 一場球得100分 厲害 厲害吧 他說號稱 他跟3萬個女生做過愛 而且都是別人頭懷送爆的 萬人斬 萬人斬 我跟他自己碰我嗎 幾千個可能有 3萬個可能 幾千個我認為一定有 一定有啦